其實我一開始設定的目標就是 想要破小潮的紀錄 經過這次有教練調了姿勢 都有跳到大會紀錄的 大概第二名的這個成績 所以我對這次跳演 其實是滿有信心的 胡適安 他在測試賽跳出了五米二一耶 其實只比徐某俊短了一公分而已 安安這一跳 安安 只是有點小可惜了 安安的屁股先著地了 其實安安如果在最後 他的屁股沒有坐下來 他一定是之後再更遠 對 如果他的屁股是往右邊 或往左邊去撲倒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成績還會好一點 但至少他坐到沿屁的時候 他整個人沒有往後面倒 如果往後面倒的話 我想可能又要推幅了 不少的成績了 給Joban破了 橫隊第三棒胡適安 第一次試跳 成績五米六七 好 好厲害 加油 他目前是第二名的大會紀錄 五米六七 已經超越了本來的第二名 潘君倫的五米四三耶 好 現在王品浩是絕對必須要成功 他成功的話 還有一絲絲的機會 對 就是 而且他成功還要跳超過六米 零六喔 有 有成功了 對 有分力 而且王品浩盡量的把腳往前伸 可是他的背後 還好像滑壘這不行的 對 所以打棒球滑壘這不行的 其實腳伸的同時 你屁股也要盡力的往前縮 對 腰要挺起來喔 因為他是像滑壘 背部著地 王品浩第二次試跳 成績五米五五 哇 現在王品浩成為我們的大會紀錄 第三名 等一下 不能勉強喔 不能再抽象了 現在不在試 好 今天他本來有決心 可能可以MVP 因為他跳遠 已經破小超紀錄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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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70 速度就是要是 607 超版啊 超版是0耶 很輕鬆 很輕鬆 感覺是進去的 腳還要在身體 腳要踢 把它插著踢起來 如果你不踢的話 你腳就這樣給你 插在這裡 就像他們剛剛很多人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有踢 腳機去做就差很多 我就是覺得你一樣 上一下禮拜 跳遠 我是不想要軟他 他都想上就上 可是問題是 倩姐不會讓他上嗎 如果你更嚴重的話 你小巨蛋就想都不用想 真的啊 小巨蛋 好好跟這個輪椅 想 真的啊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比你傷更重 結果 又太重了 我的話一樣 完全平安